七月十三就是韋傑峰的日子 第三,敵文化航空 正在為韋傑峰做準備 第三,最近改期間 就有請餐廳 沒有定時做航空的扁掃經理 這幾天,僅僅對小朋友的試圖麵 做消毒 讓家長可以放心 帶孩子來這裡試圖 但也是讓大家要掛餐 保持讓他安全記憶 美貨前和真的已經要兩國了 大家在家應該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總共已經宣佈七月十二要美貨峰 第三,敵文化航空 正在認真準備當中 人工非常常識在消毒和扁掃 要在七月十五來開門 要讓民眾去玩 因現在目前三級時間的持續 所以我們有除了日常運運的清潔之外 我們有特別在加強每兩個小時 有針對固定的一些小朋友玩的遊具 或者是把守 民眾比較常會接觸的地方做清潔跟消毒 另外我們有針對我們室內場館的面積的大小 去做一個人流量的計算 原則上我們路人 園區總共的人數是限制在一百人 室內場館的部分是二十五人 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園區 其實戶外廣場還蠻大的 所以其實原則上民眾路人 非餐飲的時間都必須戴上口罩 那是還蠻安全的 那當我們有的面積看到 剛好人員很認真在清潔的消毒 每一個地方都不幫過 用酒精切到小朋友會玩的火車 甚至是彈跳球搖搖 只要會讓民眾比較適合的東西 坐著坐著都會噴酒精六七塊 我們園區內有設餐飲部 可是餐飲部它是在室外的空間 那我們室外有設一些餐飲的飲用桌 那希望民眾如果在這裡 如果待在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使用我們餐飲部的餐點 但原則上是在室外用餐 室內是不開放用餐的 我們以前DIY是會接受到 十到二十位的DIY人員進行活動 那現在也是因應三級警戒 其實室內是禁止五人以上的聚會 那原則上我們現在接受的DIY預約是在四人以下 那含DIY老師不會超過五位 那我們也會在室內維持梅花座 或者是1.5公尺以上的社交距離 在每一個出口也都會放到酒精 民眾會記得要消毒 雖然這裡有開放室外吃東西 但是也要讓大家 要注意人數的問題 盡量不要太多人做會 吃東西就要水果水翁 保護大家也保護別人 其實從三級警戒到現在已經兩個月 我們知道很多爸媽在家 就是長時間面對小朋友 其實應該也身心俱疲 很希望帶小朋友可以出來溜一溜 那其實我們園區雖然有很大的 很安全的遊玩環境 可以讓爸媽帶小朋友來這邊放鬆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來到園區 可以做好我們的防疫工作 在文皇城區這邊表示 若開放一後 他們的車鋼索輪完 在一人休息就會來消毒一遍 請遊客可以放心 也希望民眾都可以好好來配合 美改方讓大家出來投開 但是大家也要做好防疫 不要變成是防疫的破口 記者 庫加丁 採用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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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